一千多条家规 孩子是怎么忍受的 狼爸说他用棍棒 把三个孩子打进了伟大 但我觉得童龙事业打散了全世界 这样的教育考虑 真的是考试 今天 我敢说我是世界上最好的办法 我为我自己的成绩教育 代表 牛兰山二锅头 有请本期主角 欢迎您 您先跟大家认识一下好吗 非常高兴见到两百多位 我们的热情的观众 我看到你们就像看到我的儿子 或者女儿一样 谢谢你们 谢谢三位老师 欢迎老爸 一听介绍 其实我们早就知道您了 靠鸡毛胆子 把三个孩子都打进北大了 所以这个在你们家 不是这个扫尘用的 专门是打人用的是吗 这个是两个作用 一个是作为搞卫生的 它的物理作用 物质性的作用 另外一个是精神上的作用 它是我们家的家法 你一上场说 特别高兴看到了 两百多年轻的观众像 看到了自己的孩子 也就是说 这两百多人 如果是你的孩子 你也会家法伺候是吗 我首先会跟他们定 协调家规 这是第一 大家同意了 就按家规执行 违反了家规 就按家法执行 这个宣传的时候说 靠鸡毛胆子 把三个孩子都打进北大了 我觉得这挺是一句 简单的描述 这背后肯定有很多故事 所以接下来 我们要听听您是怎么说的 有请今天的主角 萧柏佑 有请您 大家好 老师好 我叫萧柏佑 就是倡导 孩子不打不成才的 中国狼吧 今天我带了这个道具来 叫鸡毛胆子 我相信很多人都挨过 他的疼 觉得疼就对 我出过一本书 题目叫 所以北大兄妹 好多我的朋友啊 建议我增加三个字 因为打 所以北大兄妹 我有四个孩子 经过25年的努力啊 我的孩子当中三个 考进了北京大学 一个考进了中央医学 现在啊 三个北大的孩子毕业了 分别成为刘金 剑桥 和伯克利的硕士 带来跟您打不上 如果敬了 请不吝点赞